马来西亚吉达日德拉茨基之宫 在各社区华小学校办了四场的睡末祝福晚会 共有700多位民众前来参与 接受正言法师的祝福 以虔诚的心一起祈祷 迎接新的一年 透过影片民众了解世间的无常 回顾这一年持继在全球的震灾行动 尤其看见自宫为菲律宾风灾灾名目新募款 台下的民众深深感动 救灾的时候 看了感到很想流泪 他们的灾难比我们的这边比较苦 至少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平安 我就是很希望我要去帮他们 我要去那些菲律宾或者Zimbabwe那些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 其实就是很可怜 由慈少所演绎的一年之间手语表演 启发了不少民众有如数的念头 说鼓励人家是出树咯 就不要再杀神咯 有心的还有这位大德 每年一定出席睡末祝福 今年也不例外 很高兴因为我想要知道 到底长年来我们慈祭 在慈祭有做到什么活动 还有什么什么慈善 像这个祝同楼我每年都有带来 每年带回去不是拿回去 手丢掉的我一定带来的 身穿蓝色整齐的制服 他们都是新赌博民服务营受训的学员 每个星期五都会上不同的佛学讲座课程 但这一天 讲师用不同的方式进行 把120位学员带到睡末祝福会场 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体会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一些佛教组织 他们可以在身心上面有一些提升成长 不只是学悦 我是觉得他们在这边可以 至少可以结一个佛缘 结佛的一个机会 告别天灾平凡的一年 民众一起举起手中的新灯 虔诚祝福 希望新的一年平安祥和 大爱新闻张曼莹 林庆荣 蔡维莉 日德拉采访报导